阿弥陀佛讲经没有中断 来借淫你的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不是他的报身 他的报身在讲他讲经说法从来没动 他有本事分身 分无量无边身 去借淫来往生的人 一个都不漏 他有这个本事 这是戒淫 所以我们生到极乐世界 就有阿弥陀佛这种智慧的相 我们在讲堂里面听阿弥陀佛讲经 没动啊 能分无量无边身 到十方世界去拜佛 去供佛 供佛 是修佛 听佛讲经是修会 真修了不是假修啊 所以你一到极乐世界 很快你的智慧佛报就圆满了 在这个地方难了 太难太难了 阿弥陀佛 修会修佛都不容易 真的容易 阿弥陀佛 不但是供佛文法 而且你的分身 遇到有缘众生 过去身中 不定在哪个世界 有缘众生呢 给你就有感应道教 你就能度化他 你能够现佛身 应一佛身得住了 你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 实现佛身 极乐世界 不需要饮食 我们真正离不开饮食 他不需要 法性神 是以自性的能量 变化成的 不需要饮食 他也不需要睡眠 极乐世界 没有晚上 没有夜晚 他也没有太阳 也没有月亮 光从哪里来的 神放光 佛身放光 每一个人身上都放光 树木花草放光 山河大地放光 光明世界 永远没有黑暗 他也没有什么白天晚上 没有年月日 所以你进入讲堂 去问法 出来讲堂 就成佛了 每个人进去 出来时间不一样 这是过人 善根 福德 应缘 不像头 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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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浓 精进 成佛快 有人 要迟一点 这个早晚 这个早晚 虽然经常是用结束的 但是我们知道 在那个境界里面 时间空间都没有了 时间没有了 过去 现在 未来 也没有了 空间 没有了 距离 没有了 摄放 插图在哪里 就在面前 确实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屏幕一样 全世界 这个 传播 我们这里都能够接受到 按哪个国家的电视台 就出现 就在这一个屏幕上 没有空间了 时空是假的 不是真的 我们把这些事情 搞清楚 搞明白 往生极乐世界的念头 才叫真有 对这个世界 不会再留念 这个世界 人间天上 再殊胜的境界 你也不会羡慕 真搞清楚 对这个世界 还有念 对极乐世界 没搞清楚 这个世界 也不清楚 迷在其中 才会有这些烦恼 献心 要怎样让我们 信心坚定 两个世界都搞清楚 都搞明白 方法很简单 中国古人教过 都数千遍 其意义自尽 你能把无量手机 最好是念住截 念上一千遍 你的信心就出现了 为什么呢 清楚了 收破世界 真放下了 千遍 肯定得三美 就得定 定神会 定神会 就是开悟了 纵然不能大撤到 大物肯定有 大物管死 管用 保证你往生 生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四十八月 保证你成就 阿弥陀佛 得可不可思 并非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